原则 方法 并记都能够记得很清楚 我们听讲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对照 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短时间真正设到东西 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每一次还是要写评语 第二章事情 昨天你们有同学来问我 念佛往生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少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看净土圣仙录 看往生传 这里面所记载的当然不是完全的 这个真正念佛往生的人 只有被编书的人知道了 他才把你写进去 那么还有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 有编书的人他不知道 他没听书 所以要晓得一漏点就太多太多了 但是从年代 人数来做一个比较 那往生的人实实在在就太少了 那么像台湾这个地区 算是相当不错 我看净土圣仙录像